宝宝身体缺心时,可能会出现这三个症状 家长别因疏忽影响娃发育 宝宝出生后,很多家长都担心孩子缺少某种元素 尤其是干,所以身边大部分家长都会给宝宝补干 但事实上除了给宝宝经常补干 即使给宝宝补兴也是很重要的 宝宝身体缺心时,出现的第一个症状就是食欲场 所以当妈妈发现宝宝经常不爱吃饭 或是喜欢吃不吃食物的东西 比如爱啃手指头,啃橡皮泥,啃铅笔头 那么宝宝很可能就是缺心了 虽然宝宝小的时候是通过这种方式认识世界 但是如果太平凡家长就要注意了 宝宝身体缺心时,出现的第二个症状 就是经常出现一些皮肤上的疾病 比如短时间内发现小孩子总是有口腔溃疡出现 而且皮肤受到损伤后伤口不容易愈合 那很有可能都和缺乏新元素有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